说实话 当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所谓的搜验计划的时候 我是觉得十分吃惊的 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 造成病毒泄漏 这个假设作为一个研究重点之一 从这一点上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计划里面所透露出的 对常识的不尊重 和对科学的傲慢 这样一种态度 在2019年代 12月30号之前 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 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 第二 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 制造和泄露新冠病毒 第三 到目前为止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 保持新冠病毒在您感染 将有时候跟这个面权的麻烦 武汉病毒研究所通过新冠病毒